上 大家好,我是解说谁撤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视频是恐懒女神 这个视频呢,以前没有做过 这个英雄就类似于孟三国里的叙述 那这个英雄的话,非常的犀利 他的犀利之处在于他大招技能不仅可以攻击人,还可以攻击他 而且攻击他的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 那可能我说完这两个就说,这个英雄好变态,好塞雷啊,好厉害 那其实不止这样 他大招在释放完毕之后,还有个更变态的效果 那就是,可以回血 好,那想必这个英雄呢,大招多变态,有给大家说过 那这个英雄在前期,他发展也是非常非常好发展 因为他前期一技能可以扑得非常非常远 CD也是非常的快,伤害也是异常的高 所以这个英雄在配合他的三技能被动之后 他的一技能和他的大招技能可以打出非常不熟的一个伤害 那具体怎么打,就看你在前期的预判以及你的队性风格 好,那这边关于恐乱女神的兑现,加点的话 建议大家是打中午 那我们打中午的话,这边我的出门装 大家可以看到堆的是满满的 我这边不介绍了,因为每个人出门装不一样 那我这边如果就,强行就让你们跟我出一样的 也是不大合适 那这边我就,你们看一下我的出门装,一目了然 让我介绍一下,加点就行了 加点的话,咱们恐乱女神一起出门 那肯定是要有伤害技能的话,就肯定要点个伤害技能 那在前期进行一个对线的压制之类的 所以我这边一级是点了一个他的一技能 他一技能在前期对线的时候可以推很远很远 而且伤害是非常的不熟 那这个英雄配合他的走A加上Q技能 那这样的话可以打出一波非常高的伤害 在前期把敌方逼离进一眼区 那他在二技的时候建议大家加一手他的三技能 然后三技的时候加Q 四技的时候点一手二技能 然后是主一三技能加 然后二技能在前期点一点就可以 那比如说我碰到我这一把是中路对了一个阎魔 大家可以看到阎魔后对线其实他是蛮累的 但是他这样子自己有一个回血的三技能 就打得非常浪在这里秀反补 但其实这样真的不建议他这样去补兵 因为他短手英雄的话 一个短手英雄对孔乱女生肯定是不好对的 对肯定是不好对的 因为孔乱他不仅他A你会很痛 而且他的Q技能可以推很远 那这样的话长手和短手对线本身就是有一定压制 他如果再这样打的话 可能真的就把自己给浪死了 那这里的话咱们家有个打野的双子 我一直在等他的游走 那这边的话如果给我一个小眼神 我这边跟上他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为了是等咱们家的杠克制远 我一直是把兵线就推过去 那这边双子过来刚一手Q技能扫到他 我不因为双子能留下 但没有留下 这边可以看到咱们家双子想强杀 不合适 这边一血也是直接被我拿掉 那我脑补一下刚刚那个阎魔是想干什么 阎魔估计是看咱们家的双子被塔A的残血了 在A下想要用人头换一血赚那么个200 但是他刚回头就发现TMD后面还跟了一个孔乱女神 当时他也就蒙了 蒙起来了 那这边的话打的是有点浪 因为我残血没有选择去回家 我仗着自己是一个长手 仗着自己有个Q技能可以打伤害 所以我在中路对线 即使残血还是没有回家 他给我掏Q技能烧我的话 我就去A他 那这样的话 我感觉他应该杀不死我 应该杀不死 因为我长手他过来 我可以往后走一下 但是我没有个鞋子 那这边我可以换点等级直接就走掉 这边的话中路对线还蛮顺的 我们来介绍一下关于孔乱的出装 孔乱出装建议大家怎么去出 建议大家就先出一个跑鞋 因为你出个跑鞋之后 他再跟了1500的经济 1700的经济可以补一个传送鞋 补了传送鞋之后 咱们可以三路打支援游走杠 以及去收钱之类的 但是这个装备一般是很晚才会出 这边大家把这段看完 这个要么想强杀我 我慢慢 我还没有想到的是 他最后去会选择去强杀我 所以说有时候人不能太浪 太浪得死 那一波确实打的没有想到 那如果那一波的话 我补完这一眼 我看到他过来 其实他也是挺会演的 他要过来不过来 欲拒还留的 这让我很生气 这边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拿了个一血 荆棘还是比他好 我这边先出了个鞋子 再补一个临时棒 这边一手Q再A一下 双则 陪我留一下 直接是留下这个人头 非常的迅速 这边这一套套路打上去的话 本来一个短种英雄 你打中肯定不好打 那这边怎么样 双子一过来游 让我再配合一下 肯定是能留他 那这边可以看到 我的孔乱直接开启大招 我现在开启的时候 大家需要注意一点 你尽量离你要A的塔近一些 那这样的话 你的召唤的那些剑魂 或者是你的灵魂 才可以就贴身的去A到他 这边可以看到咱们家的 双子被研磨套了一个Q 之后继续反射A他 我这边一个大招技能没有白开 直接是留下对面这个英雄 对面是下TP了 没关系 我这边还是想浪一下 当然这样的话 是没有一个大招技能的状态 那这样的话直接喝加 那现在比赛进到现在 我的经济是非常不错的 3-1的一个战绩 而且打中前期没有漏很多刀 那这样的话我打的是非常顺 我可以起 我接下来想出的过渡装备 咱们在出完跑鞋之后 建议大家恐懒女神去出过什么装备 震魂石 没错 就3255的震魂石 出了这个装备之后 你会发现你能扛 然后你的续航能力是加了很多很多 那这样打的话 咱们一波团打完 可能对面还是回家不及 但我们这时候已经靠 这个震魂石的被动效果 已经回复了一个半水平的一个血量 那这样的话你在前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笔收益 省钱就赚钱 那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我想跟我们家双子强杀一下 但这边没视野了 走掉 咱们打恐龙一定要记住一点 就是你一定要把握住你的节奏 什么叫把握住节奏 像恐龙这个英雄 因为他推塔非常的迅速 推塔很快的话 你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适当的就去推塔 然后去不打团 然后去推塔带经济 让家里队友去发展一下 那这样的话也是不失为一种选择 那这边可以看到我先留下 敌方圣奇之后再一首Q技能 少到 好 A森 哇操 你这大家 这这叫他吓死我了 那这边再Q一下 直接三上 他那个大让出来的时候 我就以为我我我我已经要死了 结果就 没想到他比我还能演 好 那这边先回家 这边征魂石已经出了两个石头 还差一个蓝石 那关于咱们恐龙女神的技巧其实并没有多少 因为他这个英雄很好操作 他就一个主动技能Q技能 然后他大招技能不需要去预判 你纯属就无脑堆肉 或者是无脑推他打团的时候 你站到后面先两个Q 骚扰一下 开启大招技能 打出一波成分伤害 这个英雄的话 你一定要出肉 不出肉的话 你的大招技能是打不出伤害的 可能刚开启大招技能 就被砰对面给秒掉 他之所以恶心 是因为他大招技能在造成完伤害之后 还可以给你回血 那这样的话 你想想 你在扛对面一波伤害人 然后这个时候你已经残血了 但对面已经给你打残血 但这个时候你大招技能时间到了 那这个时候你已经可以回血了 你会发现 对面这时候就一脸便秘的感觉 已经把你打残血了 然后你硬生生 要他妈把血给毁满了 这无疑是一个精神上的打击 所以这个英雄 咱们一定要就 对他的续航能力 已经生存能力 输出的话 这个英雄其实并没有什么需要的 输出说美 没有你们说那种水阴刀 或者是虚空之杖 没有必要的 这边的话 因为咱们家现在是一个9-4 5个人头优势 这边我推塔是陪咱们家队友一起去推 因为这边因为有优势的话 你不能落单 你落单可能对面 不跟下路打团 找到你这个突破口 上去就把你给切了 然后把你给切了之后 他们拿了很多经济 然后再转到下路团 5个再打4个 那这样的话 是一个不合理的节奏 合理的节奏就是 咱们就像有优势 就抱团推塔 然后劣势的时候 咱们就两路带线去打 好那这样的话 对面的下路阿塔 应该也是不保了 但是这个时候 可以看到对面的鬼哭 直接直远过来 这边咱们家的 英零赞歌 这首达技能 交的相当漂亮 直接帮助我死里逃生 好关于初撞的话 咱们也是有介绍到现在 那这把因为我是有比较顺 所以我才可以在8分钟之内 把震魂石给出了 那这样的话 像一般情况下 这个装备差不多得打个10分钟左右 10分钟左右 咱们有这个装备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它还有一个过渡装备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出 它还有一个过渡装备 就是格挡盾 这就可以格挡伤害 那个东西 我不是太建议大家去出 因为那个东西的话 在前期可能会有些用 但是其实用处并不是很大 就长远来看的话 用处不是很大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出个震魂石 震魂石才是这种脆皮法 是在前期的最佳选择 因为这种东西 既可以对生存 又可以对内续航 就你有了生存 才可以有输出 这样的话 咱们来看一下 已经推到上路 这边我有个大招机 还有28秒的时间 这边只要咱们家队友 把上路线给推掉的话 我立马就是可以把塔给拔掉 这就是冰冰女神 呸 恐乱女神的恶心之醋 她恶心在于 她的大招机能不仅可以打人 还可以打塔 打塔 打人都是很痛 这样的话 已经推到对面的一个基地之前了 这种可以看到 这优势除非很大才敢 这样去贸然的打 不然的话 很少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 之所以我敢这么浪 那是因为 恐乱女神在前期 真的真的很容易打出一个团队优势 团队优势无异 在于一个推塔经济 带动经济 那差不多就是这样 那所以你如果能在前期的话 拿那种推塔很快的应用 那无异于你可以把你们家节奏带得很不错 而且你这个单体 爆发可以不是很多 但是你控制的话 不管硬控软控 起码带来一个 那这样的话 你们打团才会好打一些 而且被命迹 恐乱这一把 我是肉出的鞋还很满的 像我装备刚出的时候 我直接就是滚了一个振温石 滚振温石这个装备 确实非常有用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一波团打完 我基本上是不带伤结的 那这边的话 咱们家在出装 把振温石出完之后 咱们还有另一 就可以选择另一个出装 就比如说我刚出了那个推推 推推咱们可以出一下 当做跳石来用 当做跳刀来用 因为你用推推的时候 因为你有时候用跳刀被人攻击 三秒内你是不能用的 但是推推的话你可以 但那个东西不是很合适 这边可以看到我出了一个格挡盾 虽然说格挡盾 我刚刚有说前期尽量不要出 但是我这边合成非常的平滑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对面的一个阵容 近乎于没有什么法术爆发 所以我这边出一个格挡盾的话 不仅就是可以格挡对面的防御塔攻击 更能格挡对面英雄 我这个英雄本来就很肉 我开场有说 这个英雄你就要把他的生存给堆上去 把他生存给堆上去 那真的就是爸爸级别的英雄 还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咱们孔乱推塔的话 一定要离防御塔近一些 这样才可以让你身后的那些灵魂 全部飘到这个塔旁边 因为你有时候离到 刚好是你攻击距离范围内的话 你的有些灵魂是不动的 距离不够他是不会动的 那这边可以看到咱们家 这双子一手满大拉得非常漂亮 这中午大人一出几发 那这边我是要瞧人头了吗 我不想叫 我还年轻我不能死 人生三大错觉再次发生在我身上 我这么帅我不能死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生命回复36点每秒 从原本的残血血到现在 我非常迅速 大家可以看到 镇魂石在现在起到了一个奇效 有没有 就瞬间把我的血量回复 堆到了这么高 那如果没有那个的话 我现在是万万就绝对不可能 去贸然的去浪这么一波 但正因为有了镇魂石这一下子 我才有可能跟这个鬼哭去刚一下 鬼哭现在是有点上司了理智 他就非要想留咱们的小牛 小牛视野没了 他这边还要带交 好那这边的话 我这波带死了 点根烟的功夫就死了 那一波的话确实是打荡了 首先我没有一个技能 我没有技能也没有血 所以我那也不知 就打游戏就不能浪 确实是浪的有点狠 所以不建议大家在那儿出 那这样的话 我下件装备 我是打算去出一个 玄霜板甲 就这个冰甲 传说中冰甲可以造成伤害 这里面冰甲的话 算了 还先出个反甲吧 因为冰甲的话 合成的话 不是很平滑 虽然说我经济不错 但是再合的话 起码还得拖我个四五分钟的经济 那我这时候出一个反甲 在对面轮我的时候 我这个英雄本来攻击技能 就只有一个Q技能 助动技能 那这样的话 有了反甲这个装备 我觉得HO的精髓 就在于这个反甲上面 有多少把翻盘 都是因为一个反甲翻盘 那这边在出了反甲之后 我下件装备 我绝对会去 可能会去考虑出一个 双甲吧 因为冰甲这东西 真的非常不错 尤其HO的双甲 首先它释放范围非常的大 其次它波及的范围 也是非常的快 那这边的话 留下这个水神没有问题 我测 直接撒粉干的 那这边有开大 我不想浪费 可以去打这个金刚什么的 可以打 这边打金刚非常快的 看一下没有 那这样的话 水来攻水 直接秒掉 没有秒掉 散了 还是打金刚吧 金刚这边打不了了 我还是九秒 八秒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往后 稍微的退下了 但这边 还是要打 打也行 这边鬼哭果然忍不住了 他们家队友也同时无法忍住 那这边开启翻甲 往后面退一下 Q金的退下 那这边眩晕打的还非常恶劲 这边海洋切掉咱们家双子 没事这边可以看到咱们C位过来了 时空这边绕一下 咱们家阴邻 这个打给的相当nice 神鞋小朋友你在干嘛 没看懂 神鞋小朋友 没看懂 好 这一步双杀应该没问题 这全能给自己掏个大 你干嘛 给我双杀会死 能流就行 那这边 这个人头 双子这一把 有阿几能把人给烧死了 这比较气人 不过他那个位置的话 找的确实也是非常的尴尬 怎么好端端一个人 你就非要到里面去呢 那这样的话 咱们家在15分钟 不仅把塔 而且把金刚给打了 大家可以看到 咱们家30个人头 里面有10个是我拿的 然后拿了11个助攻 那因为这个英雄 他范围性攻击 技能范围非常大 所以他收人头 我收助攻都非常好收 而且这个英雄 他就是这么狠 没办法 他就是这么狠 好 这样的话 现在比赛已经准备 这个阉魔 好生大的胆子 没人敢在我面前 杀我们家辅助 你是第一个 所以你们家这一波 应该团面一下 好 这边阿几能沉默一下 那这边先控了敌方 这个权能 敌方打团能到现在 有一战之力 完全是在于敌方的权能 骑士上面 上来他们将权能 套个大 我们这边物理伤害 就已经非常低了 那这边的话 魔死对面一个 还是一个辅助 你能干点啥 你能干点啥 这边 双子不追吗 那我也不追了 我这个英雄 想杀人的话 还是得跟着一个 有硬控的一个人 我没有硬控的话 我这边肯定不好追的 那这边咱们双子 这个时候打的好冷 好吧 还是被我Q进 他扑死 Q技能 这个技能 其实他的范围大 但有一点不好 就是他的释放的时间 可能会有点颇长 但是又比较预判 比较要求你一个预判了 你这样的话 既然肉 我就要肉到底 再出一个龙心 龙心出完之后 我会选择去出一个双甲 但这把的话 感觉对面不大可能会撑到 我去出双甲的那个时候 当一般建议大家出装也就差不多就这样出 就一个加速鞋 一个跑鞋 跑鞋出过之后 咱们可以去裹一个正魂石 正魂石这个装备真的非常不错 然后正魂石出完之后 咱们下一个选择可以是魔抗 也可以是物抗 当然这看对面的阵容是怎样 如果是法队就出一个魔抗 如果是物队出一个格挡 那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出反甲 因为反甲不仅可以反物伤 还可以反魔伤 所以说 这完全是在于你对一个节奏把握 如果你节奏把握很稳的话 经济非常好的话 你可以再出一个过渡装备 然后再出一个反甲 因为反甲这个装备虽然说好吧 但你如果打优势的话 对面打不出很多伤害 或者是伤害打不到你身上的时候 你去出一个反甲 用处于 或许反之没有那些 魔抗或物抗 就是更有用一些 那这样的话 可以看到我在出完龙心之后 是一个三千一的鞋 我这边复活还没用掉 我这复活其实挺难教的 因为我这里 首先我大招技能能回一次鞋 那这样的话 我就相当于本身就附带两条命 然后再加上一个金刚 三条命 当然这个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是战场上的变化 总是瞬息万变的 但不可否认的就是 这个英雄真的非常恶心 无论是在深城的里 还是在前期的一个压线 或者带节奏 都是非常恶心的 那我这边大招技能开起来 到上路支援一下 支援完了之后 我可以在上路推塔 神奇这王应该是要死 再一下 哦 你这个大招 这 脚子有点尴尬 不过没关系 在这边的话 我复活没用的 好想死啊 好想死啊 还是一分钟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去推塔了 大家看到没有 我这站远的话 它是攻击不到这个病引的 你必须得站近一点 才可以就去攻击你那个病引 那这边的话 我因为是有个复活 我可以再浪一下 来杀我吧 杀我吧 我来分担伤害 那这边给咱们 哎 哎 你又什么先死了 不合适吧 你坑爹啊 你啊 好那边开启翻架 我这一开翻架 扎人的东西 基本上没人敢打我 但这边我复活 还是没用的 我本来以为 被五个人包夹 我会死 但是我没有想到 竟然没有死 咱们要时空 这个大招都非常漂亮 这里的话 也是一个小技巧 大家可以看到 时空招大 是有个反应效果的 我刚刚也愣了一下 时空招大 怎么还能反应 确实是这样 我估计这个复活 到现在还没用掉 好吧 果然这个复活 就到死没有用掉 那现在的话 已经就强行 推敌方的三路 因为推进能力 真的非常恶心 这个影响 推到敌方三路之后 对面 离死也差不多了 已经守护雅典娜了 就两个一个高防塔 一个主基地 这里他们家的海洋 已经完全放弃了希望 其实他们家这把 盛棋保的还是不错的 不过盛棋的个人 怎么说呢 他就 始于那种 他就自己就 能保住自己就行了 他不会选择 再去保一下队友 他这打法 就属于有些个人主义了 说白了就比较自私 好 那这边的话 我还是没有死掉 那这边 我大招今天还是在 小牛这个跳打相当的nice 我也 我也沾个光 收个人头什么的 这个时候 其实 我大招还有一秒 一秒就算了 如果还剩个三五秒 六七秒的话 我可以去推一下 敌方的 高防塔 好 那这边的话 咱们家家长病已经过来 家长病过来的话 应该推到 是毫无问题的 那今天也就视频 做到这里了 可以看到我这个英雄 真的非常恶心 主要就你对于节奏把握 还有你和队友的配合 那初衷的话 也是万万不可以忽视的 忘了 现在推敌方主机 对面 离say go back也差不多了 不过 对面没有投降 也是非常man 非常男人 咱们新手 我觉得非常适合打这个英雄 因为这个英雄 首先 他对操作英雄 操作的要求不是很高 而且这个英雄 对于操作要求不高的同时 他推进那里 收割能力不错 好 那今天的视频做到这里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喜欢我的 请点击优酷的订阅 拜拜